Hello 大家好 欢迎访问海星微课堂 今天和大家随便聊一聊最近我一直更新和视频的状态 那大家可以看到我可能没有按一定的一个秩序 就是说有规律的就把一些一个系列的一个文章把它描述出来 可能有些是断断续续的也没有一个规法 那我就今天我就把这个总结一下 因为可能是我有时候可能在做这个视频的时候 有些方法不是很恰当 因为我这个工作平台也调整的不是很好 那可能可能我自己感觉都是自己在给自己找原因 那我现在我我打算做一个怎么说呢 我就打算把后续的内容就做一些调整 按照一个系列化的一个制作过程 就是说我把首先做一个我要打算是一个是现在我录制的一些分享 就是说我现在使用的一个视频是远见是obs一个录制 那我的视频呢我这两天我尝试的使用那个音频调试的工具 进行一个音质的调试 但是我自己本来缺乏这方面的知识也比较多 所以总是觉得有些调试总是不是很好 我在上养期我刚刚加了一点点背景音乐把那个声音调制的稍微小一点 那调制稍微小一点我感觉效果应该妈妈糊糊的 但是我还很多功能还是不是很熟练 也是也有些有些东西也不是也不知道怎么调 那我就最近就一直在观看YouTube上那个关于音质调整 以及一些怎么把工作平台录制的工作平台更高效更快速的一种方法 那我目前呢我现在因为我又不需要想投入太多的一些设备资源 那我就想把因为我每天现在我每天的视频录制都在阳台里面操作 那我每次就会需要一些搬来搬去 因为可能在阳台它是又下雨啊 电脑都放在外面 还是不是很好的 那我后续我可能会想一个办法 就是说把我这个调整的就是说操作 录制的过程更稳定一点 我现在感觉到有时候录制的可能一些节奏啊 还有一些方法还不是很好 那你大家现在看到我的现在这个录制的背景 应该就是一个广州塔的一个虚拟背景的录制 那我像今天这个录制的这个过程呢 我就直接使用的一个简单的一个麦克风 而且外面有一些噪音 我自己把那个噪音 使用了OBS自动的一个把它顾虑掉的一个噪音技术 然后本来我是想把 因为我最近时一直接触的那等远路由 然后我安装了一个远路由在家里的一个 一个很小的笔记本张上去 目前运行还是比较稳定 但是我我看一下我因为现在是天色 也已经比较晚了 我不知道大家看这个那个光线效果怎么样 那有时候有一些阴影 我可能以后后续会做一点火光的一些灯光的一个处理 那现在是暂时还是没不我打算看我能不能再坚持每天更新 我持续更新半年时间 我可能就对一些设备进行一些更换 那到时候我就会把 今天讲他好像就有一点女无伦次 那对我这个表达还是很欠缺的 那今天就讲到这了 随便聊一聊